它是一只野生荼灸,它必经磨难,却无法回归野外。 多灾多难的它,最终能否挺过难关? 敬请收看《走行科学》,倒霉的荼灸。 2014年春节过后,沈阳猛禽救助中心又展开了一次放飞任务。 这次放飞的对象是一只名叫肥肥的突进。 这个整体太温柔了,快来,走了,准备,走,对,对,好。 经过了几轮轰杆,肥肥终于飞上了蓝天。 这会儿估计是回不来了。 肥肥的身影渐渐远去,这也意味着此次放飞顺利完成。 而正当大家准备收工时,异乡不道的一幕出现了。 我就远处看着空中,打片的黑点。 摄像机把它推上去,以后发现, 结果是它带着一群乌鸦,能够上百只乌鸦,就回来了。 回来,老师,里面一大发,我看得喂得起吗? 赶紧买肉去。 回来一直就是到了我们救助中心,它落到那个中间。 旁边的树上就是那些乌鸦,当时我记得好像我还开玩笑说, 他告诉那些乌鸦,这块儿一帮傻的天天喂我们,快来吧。 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他护送回来。 你看到他们这儿有吃的咋的,啊,是不是? 在周海祥的引导下,飞飞乖乖的回到了龙舍里。 飞飞的归来,代表着此次放飞失败,而这已经是飞飞第三次放飞失败。 说起这个,周海祥不禁感慨。 他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就是这几年我们救助了六百多只猛禽当中, 应该说,呃,从经历上来讲,最坎坷,历经磨难,然后几经生死的这么一次料。 飞飞为何会得到如此评价? 在此之前,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年前,飞飞因二次中毒,被带回救助站。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飞飞很快好了起来。 由于是野生突救,因此不需要野化训练,就可以直接放飞。 可这第一次放飞,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他呢,就因为呢,就说,中毒和包括用药,结果导致呢,就是初级飞雨完全脱掉。 就最长的这种羽毛脱掉了,脱掉飞不了。 就这样,飞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突救。 第一次放飞失败的肥肺被留在了救助站,开始等待换雨。 而在换雨期间,肥肺又发生了意外。 原来有一个马舅,马舅的前面就接出来这么一块,是做我们救助中心的。 有一次那个马舅找火,找火整个后边全烧毁。 烧毁前边的包括炒烟雕也好,打狂也好,这吓得都不行了。 好在马舅的工作人员及时将大火扑灭,肥肺又一次死里逃生。 经过了半年的恢复,换雨完成的肥肺很快进入了第二次放飞计划。 可谁知肥肺却飞不起来了。 无论大家怎么轰赶,它都是蹦着往前跑,怎么也飞不起来。 最后就连狗狗都加入了轰赶的行列。 长期的养,它吃得好不动它,然后就体胖,到了二十三四斤,正常可能应该在十八斤到二十斤左右就可以了。 结果呢,它就体重过大,就你撵着它蹦,它蹦不起来。 那这种状况当时决定带回来吧。 两次放飞失败,无奈之下,周海湘只好给肥肺减肥。 从一天九个肌头减少到两个,并每天对肥肺进行赶飞训练,从而加大它的运动量。 肥肺减肥成功后的第三次放飞,电视节目开头看到的,肥肺不禁飞了回来,还带回了近百只乌鸦。 大型猛禽,结伴的常常都是一些喜鹊和乌鸦。 因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像荼灸也好,它们都是肉死的,肉死的呢,它们吃的是比较大型的这个猎物。 吃不净,那么乌鸦喜鹊就跟着吃。 伴随着春季的到来,候鸟迁徙气临近,这个时间放飞肥肺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不放心肥肺,周海湘决定给肥肺佩带跟踪器。 为了避免肥肺再肥回来,救助中心的人员将它带到了一百千米以外的湿地,进行第四次放飞。 大家看下来跟这是什么吗? 希望这于市场上会成功,所以说跟踩大比一百千米以外的架。 现在看哪里? 感谢能不能够当飞肺的仓黄肺毯在这个事业过程当中。 很快 菲菲就摆出一副准备起飞的驾驶 但并没有飞走 像是在跟大家道别 在猛禽中 突袖的飞行能力相对较弱 他们不善于用翅膀的力量飞行 而是借助锋利起飞 因此菲菲一直张着翅膀 做出一副准备起飞的标准动作 是在等待时机 这次放飞终于成功 菲菲重返野外 而对于救助中心来说 工作并没有结束 而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开始 谁也不知道 多灾多难的菲菲 接下来能否在野外 顺利生存下去 在跟踪器的监测下 周海翔可以清楚地看到 菲菲的行动轨迹 并找到菲菲的位置 由于不放心菲菲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 支援者们先后四次来到 菲菲所在的地方看望它 菲菲几次都主动回到大家身边 就像放羊的宠物重新见到主人一样 兴奋地向大家要吃的 虽然大家很欣慰 菲菲还能记得它们 但过分的依赖带给大家更多的是担忧 正当大伙为菲菲担心时 菲菲却有了明显的改变 后来有一次看到 结果发现 它的身边 就是那种野鸡的毛 我们一看 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食物 它也不吃了 面对周海湘它们给的食物 菲菲再没有像之前那样 疯狂地跑上前去 而是围着食物探索着 土酒觅食时 惊惊性极高 它会对食物进行几番考察 直到确定绝对的安全 才会上前食用 而菲菲已经恢复了 它应有的野性 直到我们走都看不到它吃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就应该说 它飞行没问题了 捕食没问题 等于完全放心了 一周后 菲菲开始稳签 而当大家再一次去看望菲菲时 大家看到了想要的结果 看到了看到了 喊它呀 菲菲 吃饭啦 菲菲 菲菲 尽管大家喊着菲菲的名字 但菲菲只是在远处的空中盘旋 并没有飞到大家身边 这下大家彻底放心了 然而几天后 周海翔 接到了一个噩耗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倒霉突旧意外不断 重返蓝天 回归野外 突旧北非又将面临何等灾难 走进科学正在播出 倒霉的突旧 几经周折才得以放飞的菲菲 终于适应了野外 不再依赖人类 大家总算可以放心了 而正当大家准备进行下一个救助任务时 意外再次发生 我那个跟踪器侧面还有我的电话 然后就按照那个给我打的电话 所以有一只大鸟 身上还有一个东西 我妈的这个电话找着你 我说对那是我们放飞的一只突旧 我说你们就是不用管 他可能不太怕人 他说不是 他是趴在地上动不了了 那一看动不了赶紧去吧 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翅膀断了 我把那个检查一下这个翅膀之后 一看就整个这个左翅膀完全断掉了 又看了一下脚 就是没有开放性伤口 但是我们带的一个脚环 金属脚环大扁了 然后就赶紧就带回室 我看了一看 肥肥被带到了沈阳的动物医院,医生对她进行了检查,发现她的翅膀被打断,双脚粉碎进骨折,伤势十分严重。 医生决定马上给肥肥进行手术。 首先,医生对肥肥进行了呼吸麻醉。 接下来,手术开始了。 医生选择了微疮手术。 在肥肥翅膀骨折的地方,打上四根钢针,通过外固定将骨折部位进行固定。 然而,当手术进行到一半时,问题出现了。 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本来想直接是不切开,直接用外固定支架解决一个问题。 但是呢,肌肉张力太大,这个当时称体重是十公斤,十公斤目前是我们做的鸟的巨大体重。 然后肌肉张力非常大,我麻醉之后两个人拉翅膀一组,没法复备。 现在呢,因为那个办法对不上,所以您的办法现在只有把鸟部切开。 切开之后,就是用那个手骨铅把这两个端端对合好之后,然后把它放进去穿。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手术,麻醉中的肥肺渐渐醒了过来,而翅膀的恢复,决定着它还能否重返蓝天。 回来都需要特级护理,我们说特级护理就是,它的翅膀不能让它动了,马上又做了一个鹰巾,就是衣服给它穿上,穿上以后就把它固定住了。 为了弄清肥肺受伤的原有,周海翔查看了肥肺的跟踪信息,发现肥肺所在的地方有大量的锋利发电。 而肥肺受伤时,就是在一个锋利发电机的斜下方,并且有近二十个小时没有移动过。 因此周海翔断定,肥肺是被锋利发电机打伤。 除了每天喂食换药,其他时间肥肺都要吊在吊床上。 半个月左右,这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难受的,就是始终是那么一个姿势在吊床上呆了,后来我们一看就是说,一个是他太难受, 还有一个就是始终一个姿势这个,怕这个腿将它不会动了,加上天气也热了,白天就是给它完全打开。 只要不下雨,就在草坪打开一样的活动,这样对他来说相对是舒服了。 属后一个月,当再次对肥肺的伤势进行检查时,结果却不容乐观。 哎呦,不行了,嗯,没长,根本没长,根本不行。 你看你翅膀好了,但是你这两只脚都不行了,咋整啊? 想放弃了,其实从严格上讲呢,这种状态下真的没多大救助意义。 从肥肺第一次来到救助中心,她经历了三次放飞失败,甚至还遭遇了火灾。 多灾多难的肥肺只好被长期留在救助站,而长达一年的相处,让肥肺和这里的人产生了感情。 因此,周海翔的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 事实上,做这个决定,对于周海翔来说更加艰难。 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她来照顾肥肥,她对肥肥的感情更加无法割舍。 面对这样的难题,周海翔将如何抉择呢?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历经磨难再次获救,救治艰难,遭遇瓶颈。 生死边缘的肥肺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走进科学正在播出,倒霉的突救。 由于对肥肺的感情无法割舍,周海翔打消了给肥肺安乐死的念头。 她怀着一丝希望,再次将肥肺带到了动物医院,想征求医生的意见。 因为我是个医生,她像一个患者,虽然我是动物医生,但是从医生角度来说,我还想尝试一下,是不是万一才能好。 就这样,肥肺再一次上了手术台。 所有人都希望她能够好起来,哪怕有一丝希望,大家也不愿放弃。 主要是她这个脚掌的位置吧,骨头断的非常非常短。 就是我下了钢钢的时候没法固定。 没有连接的地方,如果要她距离稍微长一点,比如超过一公分以上的话,效果会更好。 这次手术后,肥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可坏了,是不是? 快喝吧。 洗澡吧。 这次吊水弄的,就是这个防膜啊,防个的什么这些,都还不错。 这些日子,肥肺基本上每天都要换药。 换药成为了肥肺最享受的时刻。 因为这时,她才能从吊床上解脱下来,放松身体。 长期的束缚,使肥肺的翅膀恢复极好。 她翅膀上的钢架,终于可以拆除了。 拆钢枕,对于力经磨难的肥肺来说,已经不是难事。 很快,钢枕被顺利取出。 揭开了钢架的束缚,翅膀已经可以正常扇动。 而接下来,更加艰巨的任务是练习走路。 只是让你扶着她练习练习。 找水来吧。 在哪儿? 哎呀,我的腰,我的腰。 尽管肥肺努力煽动着翅膀, 但双脚依然无法吃力,跌跌撞撞的摔到了地上。 周海翔只好像教孩子走路一样,每天帮肥肥练习。 天啊。 还行 你一直爪子能站住 吃不住这儿吧 自己站着试试 把它都松开了 它的翅膀落地 它就能站住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大家对肥肥的照顾 没有一丝松懈 肥肥越来越享受 换药的时刻 因为它知道 换完药就可以吃饭了 吃饭了 如今 肥肥已经成为了 救助站的明星猛禽 甚至周围的邻居 也忍不住 想要帮助肥肥 周海湘知道 肥肥完全康复的可能性 已经微乎其微 它再也无法 像从前一样 熬翔于蓝天 肥肥接下来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这些人 它们之间 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 周海湘会不惜一切 将肥肥 一直照顾下去 它更期望 通过肥肥 坎坷的经历 让更多人了解 它们为何 救助猛禽 它说 猛禽 也有情 无限海湘